尽管最近的显卡一直处于涨价缺货的阶段 但仍然有不少玩家还是买到了自己心仪的产品 特别是N卡 在面对中低端市场的甜品卡 NVIDIA的思路和做法确实要比AMD清晰得多 目前RTX30系显卡已经有了3090、3080、3070 以及RTX3060Ti四款产品 而接下来我们将看到 更针对于主流市场的RTX3060以及RTX3050显卡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详细的情况吧 最近从R1.64Beta版本软件中我们可以得知 除了此前早已泄露了RTX3080Ti之外 更重要的是确定了NVIDIA将会继续推出RTX3060 以及RTX3050这两款更加甜品的产品 同时也基本完成了RTX30系列显卡 从高端到主流的布局 RTX3080Ti的规格就不用多说了 它将采用和RTX3090相同的G102核心打造 值频率会低一点 预计拥有10496个CUDA核心 82个计算单元 但显存位宽预计会缩水 很大可能性会采用16GB的GDDR6显存 整体性能将与AMD的RX6900XT非常接近 国外售价预计999美元 几乎和RX6900XT相同 但是按照目前显卡涨价的形式来看 国内原价几乎是买不到的 同样会耍猴 如果说RTX3080Ti是为了高端玩家准备的 那么主流玩家在意的肯定是RTX3060和RTX3050这两张显卡 考虑到目前RTX3060Ti官方价格是2999元 但由于国内非公满都涨价了不少 甚至比RTX3070的价格还要高 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甜品卡了 那么RTX3060以及RTX3050的推出就是势在必行 具体来看RTX3060肯定也会是2000元级别的显卡 将会由全线的GA106核心打造 预计将配备3840个CUDA核心 12G的GDDR6显存 主要用于取代目前RTX2060 至于整体性能表现 RTX3060应该会强于RTX2070 然后是目前已知最低端的RTX3050 它的官方定价应该会低于2000元 换句话说RTX3050才是真正的千元级别显卡 规格方面RTX3050同样会采用三星8nm工艺的安排架构 将会基于全线的GA107核心打造 拥有2304个CUDA核心 将面配4GB或者6GB的GDDR6显存 位观为128bit 整卡功耗为90W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从RTX明明上就可以看出 这款显卡的定位肯定是支持光追和DLSS技术的 那么它将成为NVIDIA首次下方光追的五零器显卡 至于性能方面 大家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支持光追和DLSS技术的GTX1650 当然对于大部分玩家而说 RTX3060或者是RTX3050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并不是每个玩家都拥有4K显示器 1080T和2K的玩家还是很多的 更何况全球用户都一样 价格便宜 性能适中的产品 才是自己需要的 而且如果RTX3050的整体性能 真的能达到甚至超越上一代RTX2060的话 那么它将成为新一代的性价比之王 至于具体核实发售 目前能够确认的是 明年1月份会有RTX3080T发布 RTX3060和RTX3050很有可能会在2月公布 最迟也不会晚于第一季度 所以现在还没有升级显卡的玩家 特别是那些用GTX1050T或者GTX1060的玩家 完全可以等RTX3050发布后再升级 并且那个时候显卡的缺货情况应该会得到好转 价格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夸张了 等等了 还是最终受益者 若我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T强 我们下期再见